粉色水牛意外走红网络 大叔曾花几千元将其买回家中 没想到过了二十年后 粉色水牛身价暴涨百倍 成为各大富商争抢的对象 粉色水牛究竟有何魔力 它为何全新呈现为特殊颜色呢 这头水牛的主人叫做邓文根 家住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个县城中 这头牛是他的父亲邓文仪 在二十多年前从国外买回来的 他所在的县城气候湿润 当地大部分人种田 一般都是依靠人力或者牲畜 于是他在2001年的时候 邓文仪也产生了买一头水牛的想法 于是他便去当地的市场赚了很久 但市场的水牛没有一个能让他看上眼的 就这样买水牛的想法就被搁置了 后来邓文仪泰国的朋友邀请他去当地游玩 在乡下出门闲逛的邓文仪 突然在当地的一家牛棚中 看到了一团粉色的东西 等他凑近观察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头浑身呈现为粉色的水牛 邓文仪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颜色的水牛 于是这一下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突然想到自己家里想买的水牛还没有落实 这不眼前正好有一个现成的 于是邓文仪找到水牛的主人 开门见山地问对方 粉色水牛能不能卖给自己 但牛主人是很干脆地拒绝了邓文仪的要求 因为这头粉色的水牛 也是主人买回来下地干活的 无奈之下 邓文仪只能幸幸离开 但邓文仪回到朋友家后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全都是那头漂亮的粉色水牛 于是第二天 邓文仪又再次来到了主人家中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 主人终于答应将牛卖给他 但牛主人却开出了大约3400人民币的天价 要知道在2001年 3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邓文仪似乎像是着了磨一样 爽快地拿出了3400元 将这只牛卖了回家 正当邓文仪喜气洋洋的时候 朋友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他要怎样将水牛从泰国运回越南呢 农民花3400元 买下粉色水牛 带回家中 好吃好喝饲养 谁想到 在主人的葬礼上 水牛竟双腿下跪 流下眼泪 场面一度感动众人 在邓文仪买下水牛后 现在 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 如何将这头水牛从泰国运回越南呢 在仔细研究了路线后 邓文仪固来一辆车 几经周折后 终于将牛带回了家中 这头水牛 到达邓文仪家后 丝毫没有认生的意思 但牛棚中 生活得十分惬意 而邓文仪 也对这头水牛 关爱有加 村里的村民 看到新奇的粉色水牛后 对他也充满了好奇 当然 也有一些人有疑惑 怀疑这头牛不能耕地 而面对这种阴阳怪气的话 邓文仪表示 自己家的这头水牛 不是牛 而是宝贝 而粉红水牛 也不负众望 不仅耕地离地 不在话下 就连力气 也比普通水牛 大得多 这让村民们 都羡慕不已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邓文仪和水牛的羁绊 也越来越深 粉色水牛 似乎十分通人性 经常在下完地后 自己自觉地吃了草 就慢慢悠悠地 去牛棚中睡觉 粉色水牛 也十分依赖邓文仪 每次主人来到牛棚 水牛都会特别开心 但岁月不饶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 邓文仪也在不断地衰老 2020年7月 邓文仪在自己家里去世了 临终前 他仍然放心不下粉色水牛 于是 叮嘱儿子邓文根 一定要好好照顾水牛 千万不要将他卖掉 葬礼这天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水牛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 对着邓文仪的棺材 做出了下跪的姿势 同时 眼中还泛起泪花 这个场景 直接惊呆了众人 人们纷纷表示 这头水牛成精了 一定是一头神牛 水牛的举动 邓文根也十分感动 因为粉红水牛下跪的举动 让这头水牛 在当地火了起来 大家口中纷纷说道 邓文一家的水牛 一定不简单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 为水牛之后的走红 奠定了基础 农民2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平时上 金银 尽量 除非 赞 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